通常啊 咱们一说起来谁跟谁是忘年交 对吧 年纪相差悬殊 但是呢 有着共同的爱好啊 有着很多的共同话题 友情呢 非常的深厚 哎 这种通常能够传为美谈 但如果是忘年恋 这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咱们今天呢 就来说这么一件 因为忘年恋而引起的血案 2005年3月11号 上午8点半的时候 江苏省昆山市 玉山镇团结村一派 有这么一个出租房 在这出租房里住的几户人家啊 隐隐约约的就听见有个女人在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几个胆大的男的呀 就上了楼 到底怎么回事啊 透过许远的房门 就看到了让他们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个一丝不挂的赤身裸体的女人 浑身是血的 横躺在地上 正在那痛苦的呻吟着 赶紧吧 报警吧 警方这一天呢 可没闲着 从早上一直忙活到晚上 全力侦破此案 到了晚上8点左右 苏州市公安局苍浪分局公园派出所 去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中年男人 值班民警接待室里边啊 民警就问他 您过来有什么事啊 是要报案呢 还是干什么呀 这个中年人开口第一句话 就把在场的民警给震住了 我来自首 我杀了人了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黄平 是四川人 42岁 能说会道 这黄平啊 生性风流 又有着三寸不烂之舌 平时能把人们哄得特别开心 所以呢 很招女人的喜欢 25岁那年的时候 其实黄平早就结了婚了 他的妻子呢 因为不满意 他在外边沾花惹草的 一气之下就离婚了 也不要孩子了 就丢下黄平和儿子就走了 这黄平离了婚之后 一点不伤心 一点不难过 反而感觉太好了 我自由了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想跟谁睡跟谁睡 少了约束 整天的呢 也就不务正业 靠着巧舌如黄 在社会上啊 骗吃骗喝的 1991年 黄平啊 因为诈骗罪 被判处 三年有期徒刑 按说出狱之后 你就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生活呗 但他呢 还是浪迹江湖 天南地北的 跟人们呢 做点小生意 2004年7月份中旬 在浙江慈禧市 做生意的黄平 通过朋友陈某 就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女孩 叫方方 这个女孩呢 是浙江慈禧 重寿镇人 第一回见面啊 可就把这黄平给迷住了 哎呦 这女孩怎么这么漂亮啊 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身材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又狗狗又丢丢啊 这方方啊 当时确实年轻 严格来说呀 这还算是未成年人呢 平时呢 生活圈子也小 所以突然看到这么一个做生意的 能说会道的 阅历丰富的黄平 也特别有好感 当天晚上啊 黄平呢 就请方方吃晚饭 俩人呢 也都挺主动 吃点饭 喝点酒 结束之后 可就去开房了 在那房间里边 七尺咔嚓之后 俩人这段畸形恋情 也就拉开序幕了 黄平啊 还有这么一份回忆录 在这回忆录里边 他就这么写着 我以为我和他之间 就是一夜情 我没有想和他继续下去的意思 毕竟我四十多岁 他才十八岁 我只想为我后半生 留一点记忆而已 可哪知道 他通过朋友 知道了我的手机号 每天上班之前 都会一个电话打过来 下班之后 也得打电话过来 我本来不想找麻烦 而且朋友啊 一再提醒我 说方方性格很古怪 好像精神病似的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就感觉年轻漂亮 于是呢 又跟他去其他镇上 开了一间房 很快 这对年龄悬殊的男女 就寻找一切机会啊 只要能有空 有方便的时候 那就得来一次男欢女爱 方方曾经多次对我说 他不想待在家里 不想上那个每月只有七百块钱工资的班 希望我带他走 因为他离不开我 当时我真的很想带他回四川 老老实实的做点事情挣钱养活他 而我又有很多事情 我离不开这儿 从那以后 黄平呢 就经常给方方买吃的买穿的 每个月还给他不少零花钱 方方上夜班的时候 黄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他送吃的 用黄平的话来说吧 当时他跟方方的感情啊 是越来越深 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 这日子呢 过得飞快 一转眼 就到了2004年12月份了 黄平啊 因为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一个人悄悄的 就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 我换了手机 也没跟方方说 几天之后啊 我从朋友那儿听说 方方像疯了似的找我 于是我托人 给他留了电话号码 他立马打电话给我 说他离不开我 要和我在一起 当时我在上海 结果第二天 他就来到上海了 谁也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 怎么说呢 我用言语 根本就没法表达出来 可是各位别忘了 最浪漫的感情 那也需要经济基础啊 大家都知道 昆山尽管是县级市 但是比很多地级市 甚至比很多省城 人家都要发达的多 来到昆山这座 现代化的城市 这黄平跟方方呢 就在一间宾馆 开了一间包房 长期同居 每天呐 吃餐厅 下馆子 逛商场 除了吃喝玩乐 整天也没什么正事 这一天就得消费好几百 黄平身上就两万块钱 这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没多长时间可就都花光了 就在黄平 为生计烦恼的时候 黄平的朋友提了一建议 哎 你那小妞就那方方 长那么漂亮 那这不用多可惜啊 让她去当小姐吧 这要放到正常男人身上 说周围哪个朋友提个建议 让女朋友当小姐去 当场恨不得就得打死这朋友 但是黄平一听 哎有道理啊 其实呢 她心里也想让方方去 因为除了这样 也没更好的赚钱办法了 黄平啊 就把这事跟方方说了 反正就这么个事 你呢 自己决定 你要回家 我就给你路费 你要做小姐 我也不反对 但是 你要真的做小姐 我会很痛苦 你也会受很多委屈 这方方啊 还就是爱上黄平了 这方方也不知道是单纯还是无知 反正挺任性的 她说了 我打死也不回家 你不让我去上那个班吗 我就去上那个班 自从方方当上了小姐 整天的跟各种男人发生关系 那俩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那必然恶化呀 黄平呢 一直没工作 没个正经行当 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 这日子呀 过得是越来越紧巴 越来越拮据 而此时的方方呢 在一个涉皇场所上班 慢慢的各式各样的 有钱人大老板也都见识到了 就开始瞧不起黄平 偷偷的和其他的男人交往 经常彻夜不回来 并且提出来要和黄平分手 为此啊 俩人还经常吵架呢 黄平也对这段感情心灰意冷了 当年十二月底 黄平呢 带着身上仅有的两千块钱 就离开了方方 准备到义乌的表弟那儿啊 做生意去 哪知道刚上火车 这方方给他打电话了 不让他走 说你要走 我就去死 于是黄平啊 又来到了方方的身边 由于身上钱都花完了 俩人呢 只好退了宾馆里边的包房 到玉山镇团结村 一个出租户那儿 去租房去 那一年三月十号 俩人又一次吵架 这时候啊 黄平又打算走 要去义务 三月十一号凌晨两点左右 黄平呢 就感觉胸闷 睡不着 就下了床了 一边喝酒 一边就写那回忆录 写下了自从认识方方之来的 所有经历和感受 他写着 我们租房子 买家具 把身上的钱花的精光 他又去了桑拿里面做小姐 最近一个月 我不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我知道 我走到尽头了 我感到好累 真的好累 黄平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啊 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不到七个小时了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 他就预感到自己和方方的结局了 他呢 一直写到早上五点 又小睡了一会儿 直到上午九点左右 正睡觉的方方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 黄平呢 就拿过来看了 看一看 哎呦 短信内容 那个肉麻呀 那个暧昧呀 显然是方方的新男友发过来的 黄平正准备责问方方的时候 方方一把抢过来 还骂了一句 王八蛋 你去死吧 恼羞成怒的黄平 随后从地上拿起砖块 向方方的身上砸了过去 方方看到之后 也起事扭打黄平 这时候 黄平从桌上抄起一把水果刀 朝着方方的肚子就捅了三刀 后背也捅了一刀 随后心慌意乱的黄平 简单的洗了一下 溅在身上的血 就逃离了现场 3月11号上午9点半左右 身无分文的黄平 失魂落魄的沿着铁路 往苏州方向走 一边走 一边回忆和方方在一起的日子 黄平说呀 有一刻他真想去撞火车 但又觉得这么死了 太委屈自己了 但他也清楚 自己最终难逃一死啊 此刻警察一定是四处找他 他无路可逃 于是3月11号晚上8点 据案发11个小时之后 他来到苏州市苍浪分局 公园派出所 投案自首 尽管说 最终黄平因为自首 等一系列的 能够减轻量刑的情节 他呢 是能够逃脱一死 但是 在他的余生之中啊 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牢狱之中度过 哪怕有一天他出狱了 相信在他的良心深处 依然还会承受煎熬 这种煎熬会是一辈子的 行了 这个案子呀 本身并不复杂 所以呢 咱们一期节目也就给他讲清楚了 这起案子的原因其实更多的 还不是年龄差距 更多的是这两个人呢 都不是全身心的去爱着对方 两个人都算是各怀鬼胎 一个涂色 一个呢 可能是涂财 不单纯的感情 掺杂着过多其他因素的感情 最终啊 往往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2006年3月7号上午 浙江省慈禧市 苦山街道同家村的居民妙某 在整理自家阁楼时 发现在阁楼的西南角散发着一股臭味 当他打开西南角的木板箱时 发现在里面有两根套着皮鞋的下腿肢骨 当时 妙某以为是造房子时有人恶作剧 放在里边的动物骨头 于是就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于是儿子向慈禧市公安局虎山中心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来到现场之后 经过勘察发现 在西南角的木箱里 除了人体的下肢骨 还有一把斧头 阁楼上还有几袋分别装有人的头颅 以及人体躯干的编织袋 尸骨的衣服已经基本腐烂了 但仍然能确认出是一件山山牌的西服 在西服口袋里有两张名片和一张身份证 名片和身份证显示 死者是慈禧恒河向苏密封建厂的副厂长 胡建明 名片上的电话还是六位数 另外还印有一个传呼号码 说明这种名片的时间久远 经过DNA鉴定 最终也确认这一具被肢解的事故 就是胡建明的尸体 而这个胡建明 恰恰就是妙某的女儿 徐丹十年前的亲密男友 而据我们了解 这栋小楼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造好了 徐家的经济条件很好 两年前 儿子和女儿在外面买了房子 这才搬出去住 目前这栋小楼里只剩下两位老人和保姆 但是妙某的儿子和女儿也几乎每天都回老屋里跟老两口一块吃饭 所以街坊邻居也经常能看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吃饭喝茶 看起来是很热闹的一家子 但是这么说来 阁楼的这具尸体在徐家就至少藏了十年 而且也有邻居说 在早些年夏天的时候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 徐家人也曾经向邻居抱怨过 自己家里总有这种难闻的气味 但是碰巧的是 正好就有条臭水河在村后边流过 距离他们村子只有十米远 臭水河的源头上开了家饭店 经常会有些杀鸡宰压之后 剩下来的内脏和污血流进这条河里 于是村里人一开始都以为 这股臭气是来自村后的这条臭水河 直到2006年的3月7号 人们才发现 原来这股臭味全部都来自于徐家阁楼上的这具 胡建明的尸体 人们不禁发出疑问 十年前失踪的胡建明 为什么他的尸体偏偏会出现在徐家的阁楼上呢 根据胡建明家人介绍 胡建明最后一次离家 时间是1996年的12月18号晚上7点 当时他参加了一个亲戚的婚礼 当晚喝了点酒 就和朋友一块出去唱歌了 在歌厅里 胡建明听到同学说 自己的女朋友徐丹好像跟别人好上了 胡建明当时不相信 但是看到同学们说得很逼真 于是就起身骑着摩托车去找徐丹 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 两天之后 胡建明的家人见胡建明还是没有回家 于是在问过胡建明的同学之后 又去找到了他的女朋友徐丹 徐丹也承认的确是有这回事 并且声称当时他跟胡建明因为小事 吵了两句 胡建明生气就走了 说要离开慈禧 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徐丹自己也声称正在四处寻找胡建明的下路 胡建明的家人在听了徐丹的描述之后 胡家人以为胡建明真的就是赌气离家出走了 于是就在三天后报了警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接到了徐丹的电话 说胡建明在慈禧的一个银行向他要钱 说是想去外地 让这个胡建明的家人呢 在银行门口等着 把胡建明接回家 胡建明的家人于是就跑到了这个银行的门口 去寻找儿子 结果却只看到了徐丹一个人 徐丹说 胡建明刚刚才来过 从他的手中把钱给抢走了 然后就跑了 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无奈之下 胡建明的家人只能回家了 没过多长时间 胡建明的家人又一次接到了徐丹的电话 他说胡建明正在杭州呢 说是要去广州 让家人们赶紧去拦住胡建明 结果胡建明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连夜赶到杭州 在火车站守了整整两天 也没有见到胡建明 于是只能是又一次的无功而返 自从胡建明失踪 一开始 徐丹经常对胡家透露一些他得知的胡建明的消息 并且每次都看得出来十分的伤心 然而对于这些不确切的消息呢 胡家人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一直是相信徐丹的话 结果这一找 胡家人就找了整整三年 一直就没有找到胡建明 再到后来 胡家人又得知 在胡建明失踪之后不久 徐丹就跟别人结婚了 在胡家人的心中 胡建明早晚会回来 他们也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 结果直到2006年的3月7号 在接到警方电话之后 他们才知道 原来胡建明已经死了十年了 而且尸体就在徐丹家的阁楼上 消息传到胡建明家之后 胡家顿时是一片悲气 等了十年 胡家人有过各种不好的预感 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胡建明会是落得这样的结果 十年来 胡建明的屋子一直都保留着 家具也一点都没有动过 胡建明的老母亲 每天都要给他整理一遍 只要天晴 他每隔几天都要拿出去 晒晒胡建明的那床被子 想着万一自己儿子哪天突然回来了 可以让他睡得舒服一点 然而 十年的等待 就在这一夜之间化成了悲痛的泪水 在徐家阁楼上被发现的胡建明的尸体 徐丹不妻而至的外遇 以及胡建明失踪以来 一直在单向对胡家透露胡建明消息的可疑行为 在这种种的线索迹象综合下来 警方很快就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胡建明生前的女友 徐丹 慈禧警方根据出查获得的证据 锁定徐丹有着重大的犯罪嫌疑 于是就迅速把犯罪嫌疑人徐丹抓获归案 然而 此时的徐丹已经是慈禧市教育局的一名职工 一个九岁孩子的母亲 当他被带上警车的时候 身边的同事和邻居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 这胡建明到底是不是徐丹杀的呢 的确 徐丹的嫌疑已经基本确定了 但是仔细推敲 这案子 你会发现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疑点 徐丹这样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姑娘 又是如何能手认自己的男友的呢 他有没有帮凶呢 一个人亲手碎尸 他吃得像碎尸这样残忍的行为吗 咱们来看看后面的这几个疑点 首先 我们要问 胡建明到底是徐家的人杀的 还是外人所杀 藏尸于徐家呢 我们了解到 徐家的房子是一栋独栋的小楼 独门独院 四周都围有围墙 在他的北面 是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 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条臭水河 在房子的室外 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设备 室内的门窗完好 要通向阁楼 只能通过室内的楼梯 这栋小楼 自1994年建成之后 一直都是徐家人自己住 从来都没有出租过 另外 在阁楼发现尸体躯干部分的地面上 有一处明显的印记 在周围有大量的苍蝇永壳 这说明 尸块被放置在这里之后 十年间有数代苍蝇被吸引过来 并且在这里蝉永生殖 直到尸体被完全的腐败 所以才留下了大量的营永壳 据说当时这些苍蝇的永壳 装了一大袋变质袋 而在尸体腐败之后 体液渗入地面 所以就形成了地面上的印记 印记十分完整 与地面其他地方的色泽区别也非常明显 这说明尸体 装躯干部分的编织袋 被放在这里之后 直至被发现 都没有被移动过 由此 可以断定 不可能是外人行凶 是徐家人所为 尸体是徐妈妈妙某发现的 并且与自己的老爸儿子商量之后 才报警 如果他们对这件事 知情甚至是参与了杀人 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报案的 所以目前基本可以确定 这三个人对案件并不知情 基本可以排除杀人的嫌疑 那么剩下唯一没有被排除杀人嫌疑的 也就只剩下了徐丹一个人 徐丹的嫌疑基本被确定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 阁楼是堆放尸块的地方 那么杀人的现场又在哪里呢 在二楼西北房间的地板上 警方发现在靠墙处的地板上 有细微的红色小点 红点上被覆盖了一层青漆 从红点的大小 位置 数量 颜色 以及色泽等方面 基本可以判断是喷溅状的血迹 而且部分红点的边缘有较淡的延伸的痕迹 这说明血迹粘在地板上之后 曾经被拖把拖过 正是因为拖把拖过血迹之后 又想做进一步的掩盖 于是凶手就在这层地板上 又刷了一层青漆作为覆盖 但是让凶手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层青漆 反而起到了密封保存的作用 使得血迹在十年之后 仍旧是显得十分的鲜艳 那么 发现血迹的这个房间 是谁的呢 恰恰 就是徐家的女儿 徐丹 当年的房间 之后 警方对所有尸骨逐一勘验 尤其是尸骨各个分离处的砍痕形态 根据之前掌握的情况 整具尸体分四袋分装 分别是上肢 下肢 躯干 和头颅 警方发现 每个分离处都有反复切砍的动作 比如 左上之骨头内侧 有十一刀 外侧靠后 有十刀 靠前 有四刀 在装有尸骨的编织袋内 也发现了一把作为凶器的切肉斧 这是一种专业的肉饭用的斧头 重量达到了0.6千克 拿着这样一把重量不轻的砍斧 如果是男人持斧 一斧下来 基本上都是斧落骨断 但是在胡建明的尸骨上 每个砍痕都很浅 大多只有两毫米左右 砍痕的位置也非常分散 不精准 每一斧的落点都很游离 从斧头的砍痕也可以看出来 每一斧头下来 手的手势和力量都是统一的 这说明这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 而且这个人的力量明显偏小 基本可以确定是一般的女性所为 而且可以看出来 凶手是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把这具尸体给拆分掉 这种种的证据分析 越来越将凶手的可能指向徐家女儿 徐丹 那么最后 只剩下了一个问题 徐丹一个姑娘家 是怎么杀死一米七五的大小伙子的 如果是凶案发生没多久 尸体还完整的话 法医通过尸检 一般是能够判断出死亡原因的 比如窒息 中毒 等等 但是 历经了十年的白骨 显然 无法告诉法医这些答案 徐丹 一米五七 身材较小 而死者胡建明 一米七五 体重 一百三十斤 而且 从砍痕 也分析的出来 姑娘力量并不大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绝对没有足够的力量 与一个一米七五的男人对抗 所以 也就排除了 徐丹徒手 直接将胡建明杀死的可能 再者 从尸骨上的伤痕分析来看 可以确定 伤痕是死者死后 分切而形成的 同时 死者身上 也没有能治人于死地的致命伤痕 所以 也就排除了 徐丹突然袭击胡建明的可能 从胡建明尸体外衣衣着完整 也基本可以判定 胡建明 胡建明应该是在无知觉 或者睡着的状态下 被杀害的 而且 也能看出来 他并不是真的想睡觉 因为正常人在睡前 肯定是会脱掉衣服的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 胡建明是被药物控制 才睡着 或者昏迷的 另外 在装尸体的编织袋里 还发现了电话线 从整个编织袋的内容物来说 除了尸块 就是作案工具 那么也可以推断 电话线 很可能 也是凶手当时用到的工具之一 那么这根电话线 很有可能 就是用来勒住死者脖子用的 综上 这种种疑点 都能表明 凶手所使用的杀人手段 很有可能 是先通过药物 使胡建明丧失抵抗力 再用电话线 把他勒死 杀人之后 再进行分尸 分尸之后 曾经用拖板 拖过地面 最后 再涂上一层青漆 所以 最终警方 在综合各条线索之后 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这起杀人分尸案 是徐丹 一人所为 2006年5月26日 宁波市检察院 以徐丹涉嫌故意杀人罪 向该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6月7日 宁波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 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 1996年12月18日 晚上12时局 徐丹的男友 胡建明 在得知徐丹将与他人结婚的消息之后 赶至徐丹的住所 在二楼卧室内 两人发生政治 后来 徐丹将安眠药 放入玻璃杯中 用开水溶解后 让胡建明喝下 并趁药性发作之际 用电话线勒住胡建明的脖颈 致其死亡 随后 将尸体藏匿于卧室的床下 数日后 徐丹准备了切肉服等工具 在室内 将胡建明的尸体分解 最后 将尸体装入编织袋 与切肉服等物品 一起藏匿于住所的阁楼处 直至案发 公诉人在举证时 拿出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和检查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对被告人徐丹的八份询问笔录 以及证人证言 现场勘察记录 法医鉴定报告等 认为 这些证据相互印证 形成了证据链 可以认定 被告人徐丹 让胡建明吃了安眠药之后 再用电话线 勒死胡建明的犯罪事实 由于案情重大 宁波市中级法院 没有当庭宣判 7月6日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徐丹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其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同时赔偿被害人家属 各类损失 共30.7万余元 在法院判决后 徐丹当庭表示不服 上诉至浙江省高级法院 11月30号 浙江省高级法院 对轰动全国的慈禧白骨案 做出了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到这儿 整起案子 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 最后 咱们再来说一说 这起凶杀案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徐丹的妈妈 是一位当地很有威望的老师 教书育人30多年 徐丹一开始也是做教师的 后来被调到了教育局 而徐丹和胡建明是初中同学 关系很好 1990年 胡建明去当兵的时候 徐丹还特地去部队看过他 可以说俩人关系十分的亲密 1996年12月18号晚上 胡建明去参加亲戚婚礼 婚礼之后 他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唱歌 正是在歌厅里 有人说 徐丹和别人去拍了婚纱照了 他还是你女朋友吗 酒后的胡建明 在听到这条消息之后 怒气冲冲就来到了徐家的小楼前 徐丹叫胡建明一块上楼去谈 至于俩人具体怎么谈的 这我们就不清楚了 后来姑娘把安眠药融在了水中 胡建明喝下水之后就倒在了床上 根据徐丹在警方处留的口供 说在安眠药的作用之下 胡建明再也动不了了 然后徐丹用电话线勒住了胡建明 之后他在胡建明身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 等到天亮他才确定 胡建明他曾经的男朋友是真的死了 于是就把他藏在了自己的床底下 第二天 徐丹买了砍斧 买了一把剪刀 再接下来就是一个弱小女人 接近全力分尸 而正是因为死亡多时之后再分尸 所以当时也没有留下大量的血迹 分尸之后 徐丹根本就不敢在自己房间睡了 此后他也再也没有上过阁楼 也不敢把尸体外藏或者挪洞 之后的几年 他还编造了不少谎言 骗胡家人 说胡建明跟他吵完架之后 一气之下自己外出打工去了 直到胡建明的尸骨被发现时 徐丹还家庭幸福 他丈夫呢 是当地一个小乡镇的小干部 儿子也都已经九岁了 但是无论如何 徐丹都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最终案件经过一审上诉二审 徐丹被判故意杀人罪 死刑缓期两年